神的圣洁 大家平安 我们继续在神的圣洁的事情上 求圣灵多光照我们 各位 我们 自从十足亚当下犯罪之后 我们会看得到的就是 人类继续的犯罪 然后也对罪的事情 看得越来越宽松 所以人的文明跟文化是一直演变 来怎样 来适应罪 当人越来越离谱的侵犯神 也侵犯彼此的时候 也很奇妙的 过了一下子 人就不当一回事了 慢慢接受了 法律也通过了 但是各位一定要知道 神为人定的道德水准 道德律法是没有改变的 圣经很清楚说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是什么 明书记告诉我们 倘若你得罪耶和华上帝 你的罪必定追上你 各位想想 如果神是圣洁的 是守信的 各位他所说的 事在必行 对不对 那么人如果干犯这个世界的律法 都会被神之于法 如果人干犯了上帝的律法 各位想 神坐以待毙吗 神不顾吗 为什么圣经有将这么多 诫命律律 典章法读 赐给我们 有些人说 这个是旧约的 那你新约的时候 没有上帝给我们的一个道德理念吗 保罗的书信 新约圣经 很多的道德教导 难道神是说说罢了 给人一些参考而已吗 那说到这里 我们就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为什么 信徒 越来越轻忽这些教导 为什么今天的信徒 常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 没有因 上帝圣洁的教导而占尽 那他们越来越在信方面 钱财方面 对人 对事 跟人的关系上 你就会看见这些方面 越来越干犯神 那么我们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人这样的轻忽呢 其实理由很简单 就是 人看不到 行这些事情的人 遭受很严重的刑罚 很多时候 各位有没有发现 虽然圣经是这么讲 但是我们自己好像看不到 神跟亚当说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亚当没死 对不对 神要灭掉的时候 而且看到只有一部分人被灭掉 没有全部被灭掉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看自己的人生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 人生当中有时候也很软弱 也常常触犯神所说的东西 没有这么糟糕 我们看旁边的人 有一些人也是这样 不诚实贪别人的东西 在这个社会做事情的时候 逃税 做假账 不是讲非信徒 我讲的是信徒 有时候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 来赚一些钱 还没有事情 看他们生活还好 还有钱赚 慢慢我们心里面就感觉说 好像神没有做什么事情 人人都是这样做 没有事情 没有后果 各位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第一 我们是怎样 我们把人的水准 为我们的道德水准 不是以神所说的 为我们人的道德水准 当我们一直这样想 神什么都没有做 好像神没有实行严重的刑罚的时候 各位你一定问 为什么 难道神是睡觉 神是失误吗 不是 神是怜悯 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 怜悯 神有恩典 有丰盛的怜悯 神不是在睡觉 所以很多的人 有时候他们发现 好像 比如说 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过后他们看到 没有很严重的一些刑罚 比如说 第一次做没事 第二次做没事 第三次做的时候 有一点点的后果 但是还不太严重 你贪了别人一百块钱 最多损失好像一百二十块 还没有这样糟糕 犯错了之后 只有一两个人懂 不是全部的人懂 那你就掉以轻心 你就把神的恩典 怜悯当作理所当 其实神是给我们机会 叫我们因所做的回转 叫我们因所做的扎心 凹悔 回转到祂的面前 如果人 欣漫祂的恩典的时候 一次 十次 二十次 你就会看见 慢慢的 这个心速变怀 然后这样的问题 属灵的问题 传给下一代 慢慢 日子久了 你看 这个社会的样子 越来越道德堕落 很多的家庭 慢慢就是破裂 在性方面 年轻人越来越堕落 然后整个的社会 不像一样 各位都会看得到的 各位 很多的事情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人侵犯神的圣洁的时候 一定有后果 只是有些东西 不是马上你直接能够看得到 有时候我们看回一生的时候 有些人看回一生 很傲 为什么这样的事发生在 他去想的时候 就会知道 其实很多时候圣灵感动 很多时候他读到圣经的话 他不当一回事 如果人不但看自己 看旁边的人也 看一个国家怎样败亡 一个社会怎么堕落 就会清楚会看得到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每一次当人这样的 越来越像罪妥协 把罪看得很宽松的时候 一代一代过的时候 你同时会看到 另外一个现象 是什么呢 同时会看到 神的教会 就越来越少讲上帝的圣经 教会里面慢慢在这样的文化风气 就出现一些很聪明的人 他们也很合乎 这个社会的一些人所喜悦的 合乎这个社会的文明文化 就带出一些神的话语 一些道德观 他们讲的都是 道德观 所谓道德观 我们人人要平等 对不对 我们要帮助穷人 我们要保持身体健康 有好习惯 有一个牧师 我听他讲 不要吃猪肉 圣经里面 就哪里找出来 这个旧院里面的东西 就常常讲这些 但是我很少听见 这些牧师 直接的指责 堕胎的 直接的指同性恋 指责赌博的 炒股票的 买虚拟货币的 同居的 很少讲这些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发现 自己的会友 多过一半的人 都在做这些东西 所以就不要讲 所以他把上帝最看重的 那些道德观念 侵犯神和侵犯人的那个东西 狠狠的侵犯的那个东西 他用轻描淡写的 这样带过去 然后用其他 人都觉得好像很合乎的 我们应该要改过的一些东西 人性都会觉得的 也比较能够被人接受的 来讲出来 各位 这是人的狡猾 真的背后有魔鬼的工作 所带来的东西 各位 在美国 有一个 著名的神学家 有些人知道 斯普多 R.C. Sprout 他讲了一句 讲了一个有关教会界的很有趣的趋势 他就说 在教会界里面 你们发现 在十八世纪的教会 在教会的讲台 信息里面 你会感觉得到 这个传道者所讲的 带给人的认识是 人 非常非常 非常地糟糕 然后上帝 非常非常 非常地愤怒 Man i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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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 God i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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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d 对不对 所以 每一个人听到的时候 恐惧战惊 有典型的例子 就是美国最出名的 一个神学家 Jonathan Edwards 18世纪的一个神学家 他讲了一篇道 Siners in the hands of the angry God 你们有没有落在 愤怒神手中的罪人 这篇道 现在已经很少 我在新加坡南大大学里面 得到二十一面 我就读了一下之后 这篇道 真的读了恐惧战惊 好像神的剑已经拔了 指向人的心脏 只有上帝 就是手 最后 没有放那个剑 这样的框镜的时候 听说 他讲这篇道的时候 有些人在教会 听到的时候 当场晕倒 战惊到晕倒 你们有听过这样的人听到吗 有些人听到 在那边翘脚 摇脚 这样听到 现在这个时代是这样的 18世纪的时候 教会是这样的 教会信息带出来的功效是这样的 后来到了19世纪 就有一点转变了 19世纪的时候 教会传到人带来的语气 谈吐 那个感觉是什么 人现在不太糟糕 神也不太愤怒 为什么呢 现在人有同理心 要彼此尊重 对不对 所以讲道的时候不是这么猛 你们会发现 19世纪就开始变了 20世纪来到的时候 教会的讲台里面 信徒的认为里面 就慢慢有一种趋势 就好像信徒对神的认识 好像是一种双重属性 好像旧约的神 跟新约的神 有一点不一样 旧约的神 非常严厉 叫人惧怕 远离祂 新约的神 非常慈爱 叫人亲近祂 对不对 新约的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 来 医治 释放 拯救罪人 对不对 这二十世纪开始慢慢就在一百年里面 然后现在走到二十一世纪 现在在二十一世纪的初期 对不对 我们才刚刚开始 你已经会看得见了 你看在教会里面看人涌进教会里 尤其是大教会 很多他们不讲上帝的圣洁 不讲人的罪的 讲的都是什么 恩典 能力 神迹 义能 神同在 对不对 讲的都是这些东西 人很喜欢这些 讲到人的罪 这样一点点 也跟 像轻描淡写带过去 讲几句 然后人家说他没有讲罪 他特别那一段剪出来 你看我又讲罪 这是二十一世纪的光景 各位 这是人的狡猾 人的堕落 然后人践踏恩典 践踏神的怜悯的那个光景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我跟你们说 整个历史没有新鲜的事 人的历史 你好好看 各位 在其实初代教会的第二世纪的时候 你已经会看得到 当时候 我跟各位说 有一个教会界里面很出名 也很聪明的一个人出现 他的名字叫马西洋 马西洋 你们记得他的这个名字 这个马西洋 他出现的时候 他就说 他对神的一个认识 就 新约的神和旧约的神是不一样的 他说 新约的神 他接受耶稣是神所采来的救主 他也接受保罗是神的一个首要使徒 但是他拒绝希伯来神所拜的耶和华上帝 他说 这个神是什么这样 妒忌 愤怒 怪僻 琢磨不定的一个神来的 你看这个神动不动 击杀人 动不动 火出来烧死人 动不动地开了 然后人就是被地吞吃掉 然后叫以色列人你们进去迦南地 全部杀掉 妇女 孩子 baby 全部就干掉 这样的神 哪里这样的神 所以这个人 他就 当然我们知道 他最后被证明他是异端 因为他把 新约的神跟旧约的神就是分割了 但是你问 为什么有Marsion这样的人 为什么有这样的很像很聪明的人 但是他又带出这种异端的道理 其实他是以人性 其实一句话来说 他不认识神的圣洁 以人性来认识上帝的属性 所以以人性所喜悦的而认识慈爱的时候 但是不是圣洁的慈爱 以人性来认识上帝的怜悯 不是圣洁的怜悯 不是圣洁的智慧 天上的智慧 那大概是地上的智慧 你们了解吗 当你把上帝的圣洁 上帝的独特 独有 就是拿掉的时候 然后以你合乎你所接受的 来读圣经 来解释圣经 你很聪明 那这样的人 其实犯的罪更严重 他们带出来的有一些思想 影响更多的人 所以各位今天你问 有没有很多像Marsion的 当然我们现在 正统教会 我们当然说旧约新约的上帝是一样的 但是你看很多信徒的心境里面 有些教会我听说 他们是只有读新约的 每次牧师讲道就讲新约 旧约讲不出来 旧约里面一读的时候 这个神一讲了 每个人跑光了 他们不明白 旧约的神也是怜悯的神 新约的神也是赐恩典怜悯的 我们主耶稣基督 但是各位 祂是不能侵瞒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所认识的恩典 是要叫我们站进 我们所认识的恩典 是叫我们下面能够追求圣洁生活 不是侵瞒神 各位 我们千万不要把基督信仰 讲成很凡俗 很随便 然后这样的结果 人一定进到那种爱世界的生活 听神的道的时候 慢慢随便参考一下就好 自己想听的 接受的就接受 不接受的不接受 这样教会就越来越堕落 整个社会是不用讲了 对不对 就吞吃教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看 其实我认为这个时代 最大的一个弊病 就是践踏恩典的教导 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 我们 从这个地方 我们来明白神的圣洁 然后圣徒要怎么不侵瞒主的圣洁 第十章 利维团队 各位这里看到 各位这里看到亚伦的儿子 拿比 亚比乎格 拿自己的香火 圣上火 加上香 在耶和华面前 献上什么火 什么叫烦火 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 然后什么事情 就由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把他们烧灭 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于是摩西对亚伦说 这就是耶和华所说的 我在亲近我的人中 要显为圣 在众民面前 我要得荣耀 亚伦就默默不言了 各位如果你是亚伦的话 你会怎样 各位我们都知道亚伦 他是 他跟他的子孙 立威主 被神分别为圣出来 来服侍上帝的圣殿的事情 多么神圣的子民 对不对 原来连 凡人都不能靠近的这个圣殿 竟然上帝选了一个族类 来这样服侍他 然后亚伦的儿子子孙 在圣殿随意往来的时候 刚好两个儿子 随便拿着自己的香火 好像一个无害的把戏 就烧的时候 忽然间火出来 把他们一刹那间烧成灰 你们可以想到亚伦的惊恐 甚至之后他的愤怒 我的父侍 耶和华上帝 怎么能够这样的对我 我的孩子 这样的就把他们的生命拿走 也没有 前面没有警告 怎么忽然间就这样 他们死掉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知道 神的圣殿里面 圣洁的器具 圣洁的形式 这一切一切 代表圣洁的圣 神的圣洁的同在 在这个圣殿 所以这是人都不能靠近的 这个圣殿 但是上帝选中了凡人 你看亚伦多软弱 对不对 然后在旷野造那个牛肚 上帝选中凡人 不是因为他们有任何的好 乃是上帝自己选中 你们一定明白这句话 所以上帝选中凡人 来服侍他的时候 上帝告诉他们 神绝对绝对不能妥协的 不能协议的 non-negotiable的 就是他的圣洁 一定要被遵从 你们明白吗 他的圣洁一定要被遵从 所以来到他的面前 服侍他的 做这些圣事的 圣洁的仪式的 圣洁的那个火要献上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你一定要遵照 耶和华上帝所做的 自己的 所以你看第八节 第八节这里说 耶和华 小玉 亚伦说 后来耶和华出现 跟亚伦亲自说 你和你儿子敬会墓的时候 因为这个圣洁的会墓 怎样 清酒 浓酒 都不可喝 免得你们死亡 各位想到这个地步 看看 这要做你们 世世代代 永远的定力 使你们可以将什么 圣的 熟的 洁净的 不洁净的 分别出来 各位 其实做祭司 做神的工作 不是单单做事物 你们注意听 做祭司 做神的工作 不是做事物 乃是怎样 要把 圣的 俗的 洁净的 不洁净的 要分别出来 所以如果你讲得到 是凡俗的 跟这个世人是一样的 寻人的 情面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叫什么讲道 如果你做服事教会的 整个的心态 一直体贴自己很多里面的 那些埋怨的心 讨厌彼此的心 这个东西你做出来 跟你感谢主 这么荣耀的圣功教育 我要这样做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做的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你和你一家 这样服事耶和华上帝 把圣的带出来 那个圣洁的果子 赏赐 就临到你和你一家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非常重要 所以分别出来 有时你们可以将 耶和华 摩西 小玉 以色列人的一切 律律 教训他们 各位 神绝对不接纳 不圣洁的服事 神绝对不接纳 反活 甚至反活是激怒他的 各位一定明白 为什么上帝这样要求 立位主 有哪一个主类能够做这样的工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 立位主 其实是我这样说 他们就如同旧约的中保 你们懂中保 中保就是神跟人之间的 对不对 代替人来到神的面前 献祭 然后神跟这个中保讲话 然后这个中保告诉摩西的律法是这样 告诉百姓 所以新约那个中保来了 对不对 永永远远的中保 我们主耶稣基督 旧约 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 立位主 祭司们 他们是一个中保的职责 所以中保最重要是要分别为神 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然后把神的圣言传给百姓 那中保自己都随便献反活 凡俗的心这样自己听不到神的声音 然后这样浓酒清酒 醉醉的 连一点dipsy dipsy这样来到神面前是不行的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醉这个世界这样分心这样来服事 是不行的 分别为圣的 然后神跟他说 然后他告诉百姓 如果他神字不清 或者心里误会 不洁净 然后把神的东西都当作很随便这样 他随便的这样传话 百姓听了听不到神的声音 也越来越把这个神的话当作随便 你就会看到 整个以色列民就是慢慢怎样 就会去拜偶像 就是拜巴黎神 走这个世界的路 跟外邦亲交 结婚 对不对 有这样的 整个百姓就被灭祝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跟你们讲 基督徒的问题 全部都是其实从教会的讲台的问题出来的 那个讲台带领的人 穿着牧师袍 拿着圣经讲道的时候 但是寻人的情面来讲道 讲的都是合乎这个世界 这个繁俗的那个道理 不圣洁的 其实你们都要知道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然后呢 教会里面做的每一个事物 各位问 什么叫繁伙 我现在讲 各位注意听这句话 什么叫繁伙 我知道大家问 这里说什么 不遵照业化吩咐的叫繁伙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用新约的话 什么叫繁伙 献繁伙的意思就是 自己没有死 的服饰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我们主耶稣带来的是什么 我们与祂同死 同死 同活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们舍己 对不对 死的概念来的 十字架是死去自己的 因为你自己生来的 没有一样是好的 所以献繁伙的意思就是 没有死去自己的动机 意念 方法 从这个世界 从你与生俱来学的 然后你来献给上帝 那种心态也好 那种礼物也好 那种观念也好 上帝不接纳 教会里面 比如说敬拜赞美 我每次讲敬拜赞美的东西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完全 我们继续要进步 我们的敬拜 的赞美是怎样 我们把人要带到神的面前 敬拜赞美的人好像立位主 分别为圣自己的生命 预备要服侍主 不是把人带到 人的情感 你们明白吗 这个叫反火来的 所以其实如果要讲的话 教会里面很多的东西 圣的跟俗的 没有分别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人来到教会 参加了崇拜 回去 跟这个世界参在一起 好像理所当然的 就是这样了 因为刚刚只是做了一个 很凡俗的献祭 所以回去就会这样 那你说 那为什么今天没有火 从叶华上帝面前出来烧 今天出来的话我就完蛋了 今天也没有办法站在一起 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 我要讲的是 这是因为神的怜悯 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很好 很伟大 我们讲到很多人来 不是这个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反思的话 我们很多时候不解禁 我们很凡俗 对不对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有些动脑筋 用人的方法 就这样做的 所以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警戒我们主啊 就怜悯我们 教我们知道 我们来到祢面前 把洁净和不洁净的要分别 我就讲到这边吧 那我再用另外一个例子讲 我在用另外一个例子 各位看 另外一个例子呢 各位没有人听了 到这边要晕倒吧 我还不够圣洁 所以讲了没有人晕倒 应该要晕倒了 另外一个例子 撒摩尔记下 撒摩尔记下第六章 第六章第六节 各位看另外一处 这些经文都是 所谓马西洋概念的那些人 就看到这些 所以你看 旧约的神怪僻 随便随便火来 然后现在又另外一个 他们都是拿的经文 都是这几个东西的 但他们不认识神的圣洁 不认识人的罪 所以第六章第六节 各位看 到拿梁的河场 因为牛师前提 乌萨就伸手扶住神的约会 神耶和华向乌萨发怒 因着错误击杀他 他就死在神的约会旁 然后谁叫他去拿的 因为大卫 他做王之后 他要把神的约会 从菲利斯人手中带回来 对不对 所以他就叫乌萨去了 乌萨是立威主 你们都会知道 然后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萨 心理愁烦 就称那地方为 菲利斯乌萨直到今日 菲利斯乌萨是 创杀乌萨的意思在那个地方 所以每次一提到那个地方 就知道 耶和华击杀乌萨 为什么 因为他碰那个约会 这个事情 如果各位不去问的话 去探讨 你们会觉得 这个神很可怕 这个你看 我如果这样读的话 就是我们把立威主乌萨 就是去把约会 各位 你们都知道约会 约会是上帝圣殿里面 最圣之物来的 你们会明白吗 就在最至圣的地方 叫至圣所 圣殿的最至圣所 只有大祭司要洁净了 才能进去 一年一次 那个地方 最圣洁的那个物 就是约会 上帝的同在 你那个约会 摩西的藏 玛纳 十诫命的那个石盘都在里面 所以这个约会 是不能碰的 太圣洁的 人碰会死的 各位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就是乌萨拿着牛车去 然后拿着约会 送的时候 走到一个地方 那个河场的时候 路不平 下面有泥土 然后那个约会 如果不小心就倒下来 对不对 所以乌萨就 不要让那个约会 碰到地 碰到泥土 肮脏 这么圣洁的东西 动了 马上死掉 马上死掉 我觉得你们看这个的话 这个神搞什么 对不对 我们心里面这样想 对不对 各位 所以我们不明白 在旧约里面的整个的背景里面 乌萨 是各位 他是 如果你们读的话 他是阁侠的子孙 各位明白吗 阁侠的子孙 阁侠是立威主里面 有四个组 四个组 其中一个专门 专门 负责 上帝圣殿里面 至圣的物品 对 至圣的物品 只有他们可以搬 他们可以动 他们知道的 他们会知道 有一些东西是 你一动马上 他们从小 男丁从小要服侍的时候 他们就会知道的 这些不能碰的 碰的必定死 约贵应该要怎样抬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约贵是要拿两只棍 约贵上面有环 穿过棍 祭司抬的 对不对 然后不能碰到的 他怎样去提 他用牛车 换句话说 随便拿 也很仓促 随意的 来提上帝的圣物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 他的整个的心态 是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对这个乌萨 可能 就是他把最圣洁的 当作随便的 动牛车 动约贵 一样 只是搬一样东西 这样 你们明白吗 这个东西 然后他们从小就知道 为什么人不能动 上帝圣洁的物 尤其是约贵 为什么 谁可以告诉我 不能用人的手动 为什么 因为人有罪 人有罪 对不对 有罪的人 绝不不能靠近 要按着上帝所规定的 在旧约里面这样 对不对 去的时候 这个要掉下来的时候 不要弄脏 可能不是因为 他觉得这个很圣洁 等一下还要洗 麻烦了 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各位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是乌萨没有的 他这个举动告诉我们说 他认为 这个泥土 没有他的手 圣洁 你们听得懂吗 这泥土 上帝造的这个泥土 从来没有干饭身 这泥土遵照上帝所造的 雨水来就卵化 没有雨水就硬化 完全遵照神创造的原理来运作 是人从生出来 他的心思 他的意念 他的手 他做的东西 全部都是犯罪 干饭身的事情 所以神 叫立位主服侍他的时候 非常谨慎的 从小 不是只有当你进去服侍才告诉你 从小告诉你 你不能动这个毒 为什么不能动 那个理由在哪里 人的罪是什么 雨花的圣洁是什么 但是到一个地步 所以我们都知道 人就慢慢理所当然了 到一个地步 这是随便随便的东西 麻烦嘛 方便嘛 这样做 各位了解这个东西 从这个时候开始 然后你会知道的 因为人的堕落都是 践踏恩典开始 清满身的圣洁开始 从那个时候开始 你看他做的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上帝又这样做 这件事情 所以大卫也悔改 对不对 大卫马上惧怕 因为大卫是君王 他知道 其实我也没有好好祷告 后来你看他怎样 后来 再一次经过祷告之后 要怎样抬这个约会 跟祭司们商量这些东西 对不对 之前是 把他拿回来就好了 对不对 就这样做 乌煞派去 也没有选人这样做 对 所以 连这个君王 这么合神心意的 他忽然间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心里很忧愁 对不对 忽然间很惧怕 为什么这样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从这个方面 我们都会知道的 教会的圣事 圣功 怎么做 其实这些 今天我要讲这个圣洁 我一定要从这个教会里面的圣洁 开始讲 我不是现在讲 你们生活怎样 怎样 心方面怎样 用钱怎样 这个东西是 我先从教会的圣洁 做圣工的人 教会里面 现在还有什么东西是圣物的 动了会死 这个东西 现在最圣的是什么 最圣的就是什么 这个圣工 圣工为什么这样圣 因为是福是圣徒 你们明白吗 圣徒嘛 我们是圣民 所以福是圣民的事情 当作随便 常常分心 分散 对不对 很多这些心态 是我们今年 福是主的时候 再次要分别为圣 我们没有倒闭 我们没有很严重的问题 临到我们身上 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 是神的怜悯 其实有时候 我们走了大半路之后 我们才发现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有时候教会 有一些事情发生 我们才 为什么发生 为什么人离开教会 为什么这样 很多事情 其实我们好好去想的时候 我们回去想 从哪里开始 从我们的心 随便开始的 随便服侍 随便讲话 随便牧养 没有想过 没有祷告过 没有什么 伤害人 然后走 或者怎样 的事情就发生 所以 这些我们回想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圣洁 是一个谨慎 的那个问题 对不对 我们明白 这个东西之后 常常求恩惠来服侍主 才会看到 主恩上加恩 祝福我们所做的 祝福我们所传讲 祝福我们所牧养的 亲爱的兄姐妹 我用这个两个例子 讲的时候 这个是用旧约来讲 各位注意听 我现在用旧约来讲 一定给我们一个 各位注意听这个东西 把旧新约分开了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尤其你问这些恩典主义的人 为什么你们整天就讲恩典 能力释放神同在这个东西 他们最不讲 不是 我跟你说 因为我们现在新约 我们是在什么 我们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各位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错误来的 我们主耶稣来 难道祂是废掉律法吗 祂是成全律法 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 成全律法那位 旧约跟新约的连接是不能分开的 新约是旧约的成全 旧约是新约的根基 你们明白这个东西吗 所以因为有新约 我们明白了旧约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没有旧约 叫人明白神的圣洁之罪 新约的那个基督来了 你们全部会践踏祂那个恩典 所以你来到新约之后 不代表神的威严圣洁 没有了 我们不代表 对不对 你在旧约的时候 你也不要认为 这位神随便击杀人 祂都有祂的理由 你不要以为这个神没有慈爱 所以我们现在先明白 今天我要跟各位明白的 我一边要应用神的话 我一边要教导你们 怎么读圣经 然后也辨别现在当代教会 很多错没有偏邪的教导 所以刚才我们看旧约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其实这位神 祂是有理由的 因为祂是圣洁的 祂不是怪癖 明白吗 现在我们走到新约的时候 很多人 relax 然后新约开始 relax 因为在恩典之下 的确圣经说我们在恩典 在恩典之下什么意思 各位注意听 我给各位明白新旧约这个关系 当神在旧约的时候 按着祂的愤怒 击杀一些人的时候 你们不要以为 这位神喜欢杀人 严厉 愤怒 容易寄血 我跟各位说 如果你要读旧约的话 你一定要从 始祖的犯罪开始 始祖亚当 他们还没有吃善恶果之前 神说什么 你们吃的日子 你们必定死 后来他们吃了 也会死 你说他们临死了 看不见神 的确 但是神说死 死 你的生理也死的 对不对 但是他们还活下去 继续活 不是一天 不是一年 好几百年继续活 那你就说 这个神好像讲话吓吓人 吓吓人 没有叫人死 我们心里面这样讲 以前我读创世纪三章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叫人马上死 首先我没有想到 如果他们死我也没有了 我不可能出现 对不对 另外一个我跟各位说 当神来的时候 亚当你在哪里 他没有死 他吃的时候没有死 他还能向神回应 其实那时候因为神已经定了 当他让 这个侵犯他的亚当 夏娃活下去的时候 他已经定了 自己的独身子 将来会来 要替代他们的罪 所以那时候就先把一只羊羔杀了 剥掉他的皮 给他们做皮衣 遮盖他们 预表 这位上帝会做这样的事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 犯罪的人 侵犯圣洁的上帝的 罪人要能够存活 一定要 要有人付上那个罪的代价 所以这个上帝不是说说罢了 好像我们做父母的 你这样我就打你啊 后来没有打 对不对 我们没有打就算了 但是神没有打的时候 他一定要打谁啊 他一定要鞭打 有人要还那个罪债 就是他的独身儿子 你们了解吗 所以为什么他要被鞭刑 对不对 被罗马的那个鞭要鞭 然后鲜血淋淋 然后就被带到十字架上 这些都是刑罚的一部分 你们明白吗 所以你们先了解 旧约你们说 哇 这个神很严厉啊 可是你要知道 人还能继续活下去 活下去 活下去 原来应该要死的 只有上帝继续让人活 然后继续这样繁治繁治 然后继续犯罪犯罪 忽然间神在祂的主权里面 因为不能只有显明 怜悯慈爱 那祂的公义在哪里 所以在祂的主权里面 祂忍耐忍耐 然后定了 所以这个跟预定论有关系 祂定了 在某一些人身上 在某一些的事情 祂要实行祂的公义 显明祂对罪的愤怒的时候 忽然间就有乌萨这样的人 有可拉党这样的人 对不对 地开起来吞吃他们 有亚伦的这个儿子的事情 这忽然间 其实不是忽然间的 是其实神的愤怒 公义就已经在的 只是 祂选择 以长久的怜悯 恩慈来对待 对不对 然后到了 有一些事情 有一些人物 做的有些事 祂显明 祂的愤怒 所谓记载在圣经里面 就是上帝是慈爱的 你们明白吗 所以这个事我们要很清楚了解 各位有没有 各位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师讲 星期五要教这个功课 不然拿F 有没有 然后星期五来的时候 老师 老师 昨天很多功课 我们真的没有 不要给我们F 老师 OK 给你多两天 星期一教 然后再来下个礼拜 星期五要教 读书报告 老师 老师 真的没有办法 我昨天家里有事 再给你 然后到几个礼拜之后 每次星期五的慢慢 老师 RELAX 拜一教 有没有 老师马上F 然后你就会讲什么 不公平 哪里不公平 本来就应该F的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当我们以为怜悯 MERCY 我们以为是 我们应得的 那个已经不是怜悯 你以为神欠你怜悯 那个已经不是怜悯 那个是见祂怜悯 你们了解这句话吗 所以很多人对这个预定论的东西 两个礼拜前讲了 后来还一直来问我问题的东西 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神没有欠你怜悯 你们了解吗 但是祂在祂的怜悯里面 祂施恩 祂没有灭绝我们的时候 是叫我们谨慎 不是叫我们见祂放纵 所以就新约 我再讲一遍 新约 你以为神很严厉吗 神原来有慈爱 长久的怜悯 忍耐罪人 这个是旧约 对不对 你以为旧约 OK 现在走到新约了 我们主耶稣基督 一致四放 跟罪人在一起吃饭 我们就觉得 祂很有慈爱 对不对 但是你以为祂没有公义吗 所以初代教会一开始什么事情发生 刚才我们读到什么事情 就亚拿尼亚撒菲拉倒闭的事情 为什么他们马上倒闭 各位注意听 因为现在 比所有旧约的圣物 更圣洁的 住在人心中的 那个叫什么 圣灵 所以他们倒闭之前 彼得怎么说 亚拿尼亚 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 使你什么 欺哄圣灵 对不对 欺哄圣灵 圣灵在你心中 感动你跟你说话的 你敢 欺哄祂 欺瞒祂 讲了这句话之后 他马上就倒闭死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以为幸运的上帝 只有慈爱 没有公义 没有愤怒吗 绝对不死 所以这个两者 你明白的时候 你就懂 这个马西洋的这个道理 传到现在这个时代 整天讲恩典 你不讲罪 因为我们在恩典之下 不在罪 这全部错的 他们全部 是烂读圣经 烂解圣经的问题 其实旧新约 这个叫系统 神学 你把旧新约 要结合起来 来认识这位上帝的属性 不是按照你的文化背景 你所喜悦的 现在上帝是这样 很合乎我现在的样子 我所要的 你这样解释它的话 那就是乱解圣经 偏邪的教导 然后走到极端的教导 再多几代 就异端的教导 就全部出来 全部的异端都是这样的 没有好好读圣经 那OK 现在 现在讲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新旧约明白了 对不对 现在我们在讲 那圣灵现在内住了 另外一个 在这个新约恩典时代 我们所谓的 我们另外一个 新约信徒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 就是我们很容易把我们基督信仰 心灵化 你们明白吗 心灵什么都是心 因为我们讲不是因行为称义 新约告诉我们因信称义 对不对 其实因信称义的道理不是只有新约才来的 在旧约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的 阿们 你们了解吗 所以有史以来上帝没有改变的 但是新约把这个因信称义的奥秘 完完全全的显明的时候 所以新约的信徒很多时候就开始现在 圣灵 因信称义 对不对 圣灵内住 这些东西都懂了 大概大概懂了 就是这样而已 然后 每次就讲说 你看我们主耶稣来 祂说什么 讲到奸淫的时候 祂不是讲实际的犯经 祂是讲你看你动了淫心就是有经 杀人不是你实际的杀人 对不对 你就恨恶你的弟兄 向他们动怒 就是受审判了 对不对 杀人的罪了 所以 大略这样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耶稣都是在讲心灵的东西 有没有 所以我每次跟新约信徒在一起 我很辛苦的东西是什么 他们不要讲行为的 都是心 心里 我已经知道了 所以这个心有罪 这个只有神能够解除了 所以我现在因信称义就好了 所以现在什么就是 心里有上帝就好 心里有主就好 心里爱主就好 你怎么知道你心里 我感觉我很爱主 你怎么知道你顺服 我有感动 我有感动我才做 因为圣灵已经在我心了 所以都是完全用心的东西 各位 上帝在登山宝训讲的话 虚心的人有 哀痛的人有 饥渴慕 都是讲心的 对不对 讲到淫乱 讲到杀人 都是讲好像心 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以为只有讲心 因为 如果你再把登山宝训 好好读到后面的时候 登山宝训的总结是什么 总结是什么 若有人听到这些话 而去行的 而去什么 去行的 他就好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风吹雨淋来的时候不倒塌 你们了解吗 最后是 没有错 因为人的心都已经堕落了 只有这位上帝能够拯救这个心 重生这个心 对不对 但是这个心重生之后 不是只有留在心灵的 是你实际的活出来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的心已经信了 明白了 顺服了 你们明白吗 所以登山宝训 还有很多很多的信息 你们爱你们的仇敌 你们没有爱仇敌 人叫你走一里路的时候 你们没有跟他 连两里一里 不要讲两里一里都没有走 没有结出好国子 没有走载路 没有进载门 这些都是行为的东西 你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你怎么说 你的心意已经更新变化了 当然我们成圣的道路 都是一个过程 不是每一样东西我们能够做得完美 但是我们是追求的 我们是渴慕上帝的圣洁的 我们昨天软弱犯错之后 今天我们懊悔 对不对 应该要这样的 信徒的信仰 所以我再讲一遍 今年我特别要给各位的一个观念 就是各位不要留在心就好 如果你不来崇拜 你说我心里有上帝 我第一个就打电话给你 真的是这样 心里有上帝 你的人没有到这个地方 现在没有办法了 对不对 但是各位 等到这个疫情过了 你们还是拼命的要守住祭坛 拼命的到教会 你们心里很想那个人得救 你不要心里想 你为他祷告 寻找上帝给你的机会来传福音 这样做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心灵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 如果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 各位 这是我给各位一个很重要的 尤其这个时代 我们看使徒行传好吗 使徒行传二章 彼得说 二章三十八节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教你们罪得赦 就怎样 必领受所赐的 什么 圣灵 最圣洁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应许是给你 你的儿女 远方的人 然后四十节 马上彼得说什么 用许多的话做见证 劝勉他们说 你们怎样 当救自己 脱离着 弯曲的 时代 这句话很多 讲使徒行传的牧者们 没有讲 只有讲 旧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这是给你和一切远方的人 就停在这个地方了 为什么 同样的 彼得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同样讲的 你们要怎样 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灵 住在人的心中 不是给人好感而已 圣灵是活的 也是圣洁的 所以这个圣洁的 跟我这个误会的 这个性情 在一起的时候 当然 他已经涂抹我一切过犯了 但是他会不会触动 我这不圣洁的性情 会的 一定会的 所以 他会怎样 一直叫我脱离这弯曲的时代 你要脱离这弯曲的时代 你先要明白这个弯曲的时代 所以你眼睛一打开 一看 从早到晚这个世界 用什么东西来影响我 误会我 马上会看的 很多人的话 世界的潮流 风气 我不知道各位 活在地上的时候 你的圣灵是多么敏感 我不可以说你的圣灵多么敏感 我的意思是什么 你对你里面的圣灵的感动 多么敏感 你们理解吗 有圣灵的人 一打开报纸 比如说我这个礼拜 我一看 这个拜登他就上任 又讲这个 不是讲真正 我一看你上任 这几天他签执行法律 Executive Order 全部翻转特朗普做的 然后一定的 里面都讲得很好 其实对堕胎的东西 完全给他们自由 对不对 纳税人的钱 其实以前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不能用来这些东西的 现在可以 同性恋的这些自由 特权 全部给他们 其实我早就讲了 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 我其实在微信里面 很多弟兄姐妹说 我们不是为美国祷告 我说我们已经祷告了 但是我们还是继续要祷告 但是我们知道 有时候上帝许可这样的事情 让一个国家 然后完全走到一个自由的自由主义里面 然后叫里面的信徒会痛苦 忽然间醒过来会明白 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了解吗 这个就是我讲的 弯曲的时代 圣灵住在圣徒的心中 会叫怎样 有时候我们软弱过犯的时候 一定会叹息 他会叹息 所以那个叹息 那个叫圣灵 你们是得着印记的人 一切的恼怒 让脑 苦毒 恼恨 这些东西在你们中间出去 对不对 这些不要叫神的灵担忧 各位 圣灵 祂爱我们 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安慰我们 我们仰望祂的时候 我们在患难当中 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愧 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 对不对 这是有的 但是当我们在弯曲的时代 弯曲的文化里面 活着 讲话 生活的时候 他会叫我们不舒服 这个不舒服 是起码你要有的 你起码有这个不舒服 你起码看报纸的时候 你有哀哼 你有看到有些东西 有叹息 你就不会随波逐流 你们听得懂吗 随格这世界 不会的 你教你孩子的时候 孩子你要知道 你要谨慎 你要小心有些东西 一定会讲这个东西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只有这样的时间能够讲这样的话 最后我要讲完它了 我们圣洁生活的整个的要素 我讲了旧约第一点 第二点我要讲的其实就是新约 这位圣灵内住的时候 祂所带给我生命里面的 那个带来的征战 交战 挣扎是什么 对不对 我要讲的 然后教我怎样 继续被成圣 圣洁 所以不要再把新旧约分成两个来讲 这一样的神 一样的属性 一样的公义 一样的慈爱 最后现在我们圣徒 要怎么来到这位神面前 过圣洁生活 我不能讲太多 圣洁生活要讲的话 又是好几篇到 那我快快用加拉太书来讲 什么叫圣洁生活好吗 加拉太书很简单的一个原理 在这个地方 也给各位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方向 在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六章这个方面 我们一起看 第七节 第一句话 不要自欺 一个是败坏 一个是永生 一定有结果的 对不对 有收成 所以一起读 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 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 各位 圣洁生活的要素 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 我给各位两个 第一 圣经说什么 不要自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圣经没有说不要犯罪 圣经要说不要自欺 因为 当我们走犯罪的路 我们不遵照神的旨意的时候 你心知肚明 你们听得懂吗 心知你懂的 你懂的 你要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做事的时候 你懂的 有些人说牧师我真的不懂 我真的不懂 我不懂这个是上帝不喜欢的 然后你没有听到吗 有我听到 我怎样听都听不到 那个 OK 好 你听不到 OK 那神再给你多一个 神再给你多一个 OK 人中的是什么 收的是什么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可以看得到的 你说OK 我不懂 我听不到 我不知道 但是你慢慢走下去 你继续这样一一孤行的时候 为什么结果不好 为什么我这样讲话 神明明感动我不要讲话 然后家里吵架 这样很不开心的事情 不理想的事情就发生了 然后你遵照神的旨意的时候 为什么 你下面看到 开始是有点艰难 但是越来越有恩惠 其实你种的是什么 收的是什么 这个不是隐藏的 保罗的话是前面说 不要自弃 第一 神的道已经讲了 对不对 神是轻慢不得的 你不要选择听祂的道 神的圣洁是很清楚的 从祂的圣经 从祂的仆人传讲 这个你还是不懂的话 OK 比如说钱财方面 性方面 对人的关系方面 对人的关系方面 这些东西 说话 这些什么 OK 你不懂 上帝给你一些例子 一定会的 有一些事发生了 结果是什么 注意听 结果 要唤醒的是你的良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讲道者不是把弟兄姐妹 一一犯的罪 每个拿出来讲 讲 讲 这样不行的 没有人能够承受这个东西 自己也不能的 我们讲道的原因是 要用神的道光照 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叫良知 这个conscience 忽然间醒过来的时候 我们懂得不要欺骗自己 我们在神面前 虽然牧师讲了 我知道 他可能不是在讲我 但是我自己懂 神透过他刚才讲的 在讲 你自己 我跟各位说 一个人成圣 真正的成圣 是他的良心的醒悟 还不是他 这个不做 那个不做 这个是当然结果 但是他的良心没有醒悟 他每次欺骗自己 合理化 他不会改的 绝对不会改的 成圣 最重要的这个 我跟各位说 我跟我的孩子 每次讲这个东西 你们给爸爸最开心的东西 不是什么 你什么做得好 我跟我的女儿讲 不是你读书好 什么成绩很好 爸爸很开心 这个东西 我说 我要的一样东西 是什么 女儿 我说 比如说你大考 我说 爸爸开心的东西是什么 你如果遵照上帝的意思 上帝教你读书的时候 你读 上帝教你把这个放下去教会的时候 或者关注神家的事 或者关注有些关系 什么 朋友或者 爷爷奶奶 你关注 神教你做的 你心里懂 然后你遵照的话 之后 你过后的那个结果 爸爸都是赞美主 也喜悦你 也称赞你 如果你不遵照 神教你做的 你拿的好成绩 天天在家里苦读 24小时 这样读不来教会 他的好成绩 你也不能荣耀主的 我这样讲 我跟我孩子讲很多次 这个东西 我要讲的是 你的良知 因为你已经听了神的道之后 你心里懂 圣灵会感动你 我每次跟我小儿子说 我小儿子是最 他要的一样 The thing he prized most 你知道是什么吗 自由 余生 我会说 你要什么 爸爸 我要一样东西 我几时要出去 可以几时出去 几时要回来 可以几时回来 他讲这个东西 我说 OK 好 我跟你说 圣灵要你出去 你就出去 圣灵要你回来 你就回来 OK 他就听了 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然后后来他就 出去了 Holiday的时候 一直去 玩 什么 现在开学了 好像还是 还没有定下来 然后我就跟他说 孩子 我发现你的圣灵 只有叫你出去 没有叫你回来的 然后 你出到一个地步 完了 够了 够了 应该回家 OK 我是很开心的 我也不喜欢把你关在家里 去跟朋友 吃饭 讲话 泪巴 什么 OK 但是 圣灵教你回来的时候要回来 但是你的圣灵好像没有叫你回来 所以这个是良知的问题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个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十多岁不要学 你五十岁六十岁还要学 神所爱的 祂一定管教的 你现在小小的挫折不要学 等到你流泪满面遇到很大的挫折的时候 你的痛苦还是要学 因为 你是神所爱的 神绝对在乎祂的子民的圣洁 你们听得懂吗 所以 干脆现在听到这个道 2021年快快学 主啊我学得慢一点 但是求祢怜悯我 开始学这个东西 第一 良知的东西 不要自欺 第二个东西 说什么 第二个东西说 行善不灰心 喪之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这句话很重要 为什么我们的行善 行善是什么善 就是我们像 听从神的慈爱 美德 美善所做出来 像人做的那些 就是行善 我们很多时候到一半灰心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发现 我们不是像主做的 我们是为了有些私人的利益来做的 所以私人的利益你要懂 如果比如说你教导你的孩子的话 你有私人的利益 你一定会失败的 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们 圣经说什么 虽然我们不要有私人的利益 但是圣经也应许我们一定有收成 你不灰心 一定有收成 感谢主 这个字我就要圈起来 收成 OK 我问我自己 主 祢教我服侍你有没有收成 有 有 如果我做牧师 我有自己的野心 OK 那我一定教自己的愁苦 家政 我教孩子 就要他们 地上很成功 顺利 我自己一定会愁苦家的 如果我要的是 主让他们爱主 我教主的明德荣耀 教主的教会 主的道能够被传讲出来 教主的明德荣耀 主说这个有没有给你 一定会给的 但是你不要灰心丧子 因为灰心丧子 你做到一半会挺 所以在行善的事情上 第一 你一定要保守自己的心 不要受环境影响 其实你在做的时候 你要保守心 因为你看不到 暂时有果效的时候 你马上会上子 第二 圣经讲一句很重要的 当有机会的时候 这个机会很重要 我最近一直讲这个时机 有机会的时候 要向众人行善 有机会的时候传福音 你说现在没机会了 现在农历新年要出去 拜年都很多问题 八个人只能去 昨天部长前天又讲 只能去一家 拜什么年 各位有没有机会 有机会 因为 很好 每次新年你一天拜访 三个家 四个家 去那边 都没有讲话 分红包完了就走 现在好好的祷告 一个家或两个家 去 待在那边 经过祷告 跟他们谈深入的 你会发现 你三天这样做 三个家庭 你祝福了 各位了解吗 其实有机会的 其实这个COVID-19 很多机会 我跟各位说 原本都不爱神的人 现在不要来教会 原本都是神的子民的 属于主的 叫他们现在来教会 各位这是机会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第二 然后第三 不但像众人 像主的一家 主的一家的意思就是 各位 弟兄姐妹 其实你想想看 现在这个时候 疫情的时候 会来到教会的人 第一是真信徒 对不对 敬虔爱主的信徒 第二是什么 空苦流离的信徒 第三 舒舒服服的信徒 不会来 就在家很舒服 在网络上 一边看牧师的脸 然后一边刷手机的 这样的 干脆不要来教会 等到有问题发生才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机会已经来了 然后来到主的家的 这样的人 最近基督教界 有做一些报告 什么这些 觉得现在很难传福音 现在不能大行步道会 没有这些东西 我们的会友 都不会自己个人传福音的 然后现在怎样传 每次都是千万人来 这个大行聚会 然后一起传 招待 所以现在很好 给圣徒知道 传福音不是搞节目 你搞节目 搞到轰轰烈烈 然后一起来传 其实没有什么传的 你自己问 你自己懂福音吗 然后你一个人一个人这样接触 反而最后你发现 你拯救的人更多 然后现在已经苦苦流离的人来教会了 你们就来教会就好了 对不对 就见到彼此 然后过后去吃一点饭 勉励彼此 九点半过后去 不要马上回家 不要马上回家洗衣做家务 去分别为圣 跟弟兄姐妹去吃饭 吃饭 讲话 谈牧养 感谢主 这样完成一个荣耀的主日 圣洁生活的要素 第一不要自欺 第二什么 你不要灰心 一定有收成 神安放这机会了 寻找 阿们 我们今天到这边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感谢祢 主 今天祢用祢的教导 也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些知识 尤其是在圣洁生活方面 主 求祢扶持我们众人 主 我们知道 因为这个时代堕落我们的缘故 很多方面主 我们听得不清楚 但是感谢主 祢是活着的 祢也向我们写明 让我们看见 主 在我们所行的每一样事情上 后面一定有一个结果 也叫我们确认得到祢的作为 以致叫我们存着敬虔爱主的心 来服侍祢 让我们认识祢的爱 也认识祢的圣洁 我们感谢祢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